想知道硅谷银行SVB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家位于加州的银行周五被监管机构关闭 并被置于联邦从款保险公司Stick的控制之下 此前该银行经历了动荡不安的几天 包括一次失败的融资和储户纷纷取款的情况 SVB的消亡速度尤其惊人 周二SVB首席执行官Greg Becker 在一个投资者会议上回答了关于他不工作时怎样减压的问题 几天后他管理的银行就倒闭了 那么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SVB在上周的行动让市场大吃一惊 其计划中的资本募集后来失败 这是部分原因 风险投资人暗示他们所投资的公司创始人 让他们从该银行撤资 这当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SVB消亡的种子几个月前就已经埋下了 SVB作为科技行业的首选银行 在过去几年里成为硅谷繁荣的巨大受益者 由于风险资本家筹集了巨额资金 然后将这些钱投资于在SVB银行开户的初创企业 几百亿美元的存款流向了SVB 银行通常会将这些存款转化为对客户的贷款 但由于前几年的科技热潮 SVB的初创企业客户对贷款的需求并不多 相反SVB决定将这些现金买入证券 当银行这样做时 他们必须决定是长期持有这些证券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被视为持有制到期HTM资产 还是让他们随时可以出售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成为可供出售F资产 最关键的是HTM资产不需要按市价计算 也就是说 这些资产的价值不会随着利率或整个市场的变化而上下波动 相比之下 F资产的波动性要大得多 因为他们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会随着市场而上下波动 这些HTM资产的大部分是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等 随着利率的上升 这些资产的价值急剧下降 但只要这些资产被持有制到期 账面损失就不会在SVB的资产负债表上登记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资产确实会到期 完全从资产负债表上滚出 但是 随着科技热潮的退去 SVB的初创企业客户开始要求取回部分存款 最终SVB走到了这样一个地步 他不得不出售他所投资的一些证券 以便有足够的现金来把这些钱还给储户 但他不能出售HTM资产 因为这些资产的损失会完全耗尽银行的资本 相反 他上周从其OPS投资组合中出售了210亿美元的债券 承担了18亿美元的损失 并寻求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以抵消这一损失 但这一项融资失败了 在SVB的资产负债表上留下了一个洞 接下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了 银行从事的是有时被称为期限转换的业务 他们介入短期 想想你的存款 你可以随时取出来 带出长期 想想30年的抵押贷款 关键是在此期间管理他们的流动性 所以如果他们的许多储户突然想要回他们的钱 他们要有足够的现金来满足这一短期义务 最后是一场十分老实的银行挤兑让SVB陷入漩涡 但是在创纪录的低利率时期 SVB决定将这么多钱投资于持有制到期的证券 这就使他特别容易受到冲击